詞曲 李宗盛 她说她不爱她 她说想离开她 她低着头沉默 没有说话 欲轻叹她脸庞 泪水云眶隐藏 这夜晚大雨下不完 因为尊重沉默 因为爱你成就 却爱的没有老自我 说到故事的最后 有一种要崩坏的沉重 给了太多的承诺 做不到的我们在闪躲 连最后都忘了说 希望你能好好活 当你决定离开我 没有一点的心痛 亏欠忘了说 我想是你烂的开口 别怕了吧 让你决定了 ł 你乖声 猪鹼 你乖成了 猪鹼 你把它们造成了 你却也决定了 猪鹼 你却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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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却爱你 做不到 你却爱你 我却爱你 你却爱你 她说她不爱她 她说想离开她 她低着头唱我 没有说话 欲轻叹她脸庞 雷水樱花隐藏 这夜晚的如下不安 因为尊重沉默 因为爱你承受 却爱都没有了的我 说到故事的最后 有一种要崩坏的沉重 给了太多的承诺 做不到的我们在闪躲 连最后都忘了说 希望你能好好过 当你决定离开我 难道没有一点点心痛 亏欠忘了说 虽然这全是我的错 这是最后的结果 我们还是松开了双手 正确的举动 让我做胸口要斜通 我举起了双手 碰撞着最痛的伤口 呼吸最后一秒钟 你想也没温度的午后 呼吸最后一秒钟 你想也没温度的午后 157音乐互动网 在每个礼拜四的晚上六点到七点 进行的是下课里的下课时间 我是今天代班的音乐 曾淑琴 曾淑琴今天呢我们这位年轻 又跟我特别关系的好朋友 终于到来了 我们让我们热力掌声欢迎 张静雯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然后还有淑琴姑姑 你好 对没有错 那就是我的侄女 然后在两个礼拜前 她就告诉我说 有一个蛮好的一个主题 你就是说我们可以聊聊 为什么我们那么不熟 你太忙了啦 哦也不是啦 因为小时候你很少出现啊 我小时候 哦你小时候 哈哈 我小时候你还蛮少出现的 哦 因为我听说你都是 就跑可能星马啊什么的去演出 还是你在走我 其实我没有那么忙啦 其实 静雯是在 因为现在还年轻嘛 可以说1993年 1993年大概是我的专辑 已经出到第六章 嗯 那其实那时候 你你小的时候 其实我也常去家里 对 那只是因为我可能太严肃了 你知道吗 过去你的心里遗忘了 哦对 然后我可能太严肃 每次去都会这个 说东说西的 后来妈妈就说 妈妈就说 啊不要这样一直说 说我的小朋友啦 那后来 刚刚好也比较忙了 所以就就后来 比较互动真的比较少 后来 呃其实蛮意外 呃在几年前大概二零 应该就二零零八年 零零八零八 呃后来听说静雯去参加了这个电视台 圆明台 星光大道 最早是在 最早是圆明台 圆明台的那个节目 对 要去参加比赛 然后你还 过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样子对不对 对对 我本来还给你一些建议 对 呃那时候我们是选歌啊 对对对 选歌嘛 对在圆明台的时候最一开始 啊哈哈对 就一开始后来 后来静雯就是走出了自己的 风格跟方向 也没有 因为我想说 听好的 因为那一次其实有听了意见 啊真的吗 可是製作单位 好像我们之后选歌没有选 后来我们决定了还是什么 我忘了 然后我就想说 算了以后不要麻烦你好了 因为不然 等下决定都不一样 很像我们在找你麻烦 哦也不能这样说 后来我是在听到那个 评审之一吧 傅薇 那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是 也是在一个呃 现场演唱是同事的关系 他就说 哇你是不是有个侄女 她好棒 她声音好棒 谢谢 我才知道说 哦其实你在你在那个比赛当中 其实呃表现也蛮蛮特特别的 但是 后来我发现我自己 要怎么讲就是说 要怎么样给静雯建议 其实好像有的时候也蛮 蛮不容易的 因为我会幻想 如果是我自己的时候 可能也是希望 也有保留自己的一个空间 而且 后来静雯也在 这个 2008年的这个 圆明台的这个节目之后 去参加星光大道比赛 对不对 去踢馆 去踢馆 然后踢馆之后 其实蛮顺利的 蛮顺利的 很多人问我说 就是音乐路有没有什么 跌跌撞撞或什么 嗯 我我其实一直一路上遇到很多 帮助我的人 嗯嗯嗯嗯 然后我其实还蛮顺利的 反而是因为这样的顺利 其实在心态的调整上 嗯 经过了还蛮长的一段时间 嗯那是什么 你是看到了自己的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感觉是 因为你一定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 呃太太平顺了 然后自己的成长受到限制 还是什么 就是小时候就是一个讨厌鬼啊 小朋友嘛 不会为别人着想 你总觉得大人会让人 怎么什么人让你知道 你很讨厌 呃我现在回头看我真的是 一个很讨厌的小孩 哈哈哈哈 就是会大辞到啊 然后 但是我必须解释一下 这个时候的状况是这样 因为我有一点 不觉得我自己 是一个 可能台面上的 歌手或什么 我没有那个准备 我只是觉得 我去参加了一个比赛 嗯 然后大家可能 有些人想听我唱歌 所以请我去演出或什么的 嗯 然后以前也没什么 就觉得好像是跟朋友约 嗯 然后就没什么时间干一面这样 所以还蛮常迟到的 然后 小朋友也不太会去想一些 太遥远的东西吧 就譬如说发片 或什么的 所以那时候有一段时间 就只 没有觉得生活有变化 但其实我的心态应该要跟上 我当时已经签约了 我当时应该要准备专辑 所以 后来我的新专辑 等到三年后才出啊 就是中间其实挑适了很久 对 2011年 对 哭一下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哭 就是很多事情 他就是 呃 必须要经过那个过程 你才知道嘛 对 然后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当然因为还是必须 还是属于 年轻人的一些小小小的任性 只是说 当然我们进入的这个职业 专业的部分的时候 对 可能因为有很多人 很多人在帮我们做一些事情 对 帮我们帮我们撑到台上去 那变成说我们自己也要去 跟上大家的一些 呃期望 然后让自己是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 对 对了 但我觉得很幸运啦 因为 我蛮年轻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状况 所以 所以 调试完其实 重新出发的时间也是比较长一点 嗯 对啊 就是我看过一句话 然后我就常常用那句话勉励我自己 嗯 就是说 呃 你越早是 呃 越早经历失败 或许就 离成功更近 就越近 就越容易成功啊 嗯 所以你很开心 怎么跟我年轻时候不一样 我在跟你这个年轻的时候 我的 那个周又铭是吃的苦中苦方位 嗯 果然我们是不同 不同 不同的这个周围 不过都是都是正面的啦 对 都是一个力量 嗯 不过我觉得才 你现在也才20岁啦 对不对 还有很多 呃时间跟一些成长的空间 是 那当然很多事情 我们还是有一些不懂的 不懂的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 告诉大家我们不懂 但是我们愿意虚心的学习 那在2011年 11年 对 除了我们刚刚第一首听到就是在 呃 你自己创作对不对 你刚刚听到的一首歌叫119 对 那接下来这首歌 别说我不懂 是 呃这首歌是我和我当时的 呃经济 呃企划 然后他叫建良 建良 然后 呃这首歌我在写这个曲的时候 因为我写歌是这样 我词本来就比较弱一点 嗯 怎么跟我一样 真的吗 因为人家书念的不多 反而是同一个写员 我们先承认 书念的不多对不对 就是 欸你为什么没有附和我 书念的不多 我不想承认啊 哈哈哈 不过我真的 这个肺腑之言 因为 姑姑现在年纪比较长 那个视力真的比较退化 对 呃想要看书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真的是 力不重心 所以 劝你如果现在真的 呃 整个的胜利状态也很好嘛 对 能够多看书 然后多听一些好的事情 对 我现在会看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写不出那种很 哦 很有 就是可能写一些简简单单的可以 但是 太太深的可能就不太行 不过我觉得那个都都是可以磨的啦 嗯 其实我觉得 真的吗 多看对 多练习 而且我觉得 呃公司也给你一个这么样大的一个空间 对 有的时候可能也不要去刻意说 我是为了要 呃 把它写成一首要发型的歌 就慢慢去去累积自己的文字的能力 因为我这样看你就说你现在很年轻 很多事情都还是来得及可以做好 真的吗 对啊 但是 我觉得跟别人合作也有一个 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我可能本来 别说我不懂这首歌好了 就是我本来 想的不是这两个当初写的那样 但是因为他写了这样子的歌词之后 我就发现 诶 原来 音乐不是局限在我原本的想法里面 两个人的合作能碰撞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我这样听起来我好羡慕你啊 真的吗 所以就是我们这样听到这个吗 呃 现在这是萌萌 哦 是萌萌吗 你真正听一下 哦 是欣欣 我听错了 我听错了 不好意思大家 我现在我没有跳到 对不起我本来也是以为 希望是别说我不懂 结果还是那个EP里面的欣欣是吗 哦 跳得非常的这个宽广 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们今天会 今天因为那个静雯很年轻嘛 那他目前的这个有声的作品 就是包括了2011年的 《亥静雯》这张个人专情嘛 还有这个在2013年的11月发行的这个千年的EP有三首歌 我跟11月好有缘哦 你很喜欢11月的 其实119也是11月写出来 就11月19 11月份是什么星座 我相信 诶 你不知道吗 你对星座没有研究吗 我 我唱的是 祝你天平吗 天蝎了 谢谢 哦 差一点就到了 怎么样 他 听歌嘛 对不对 对我们听歌了 先不要说好 对不然那个 观众会那个 听众会的抗议 好好好 所以我们这样听 别说我不懂 好不好 我们就 任性如果其实不想联络 你说人总要学会牵手 吃定过的软弱 你没有错 对于你的言不由衷 对于你的言辞闪烁 我无话可说 哦 哦 只好点头 别说我不懂 那都是借口 真心话说不出口 走下去只会更寂寞 别说我不懂 好听的话 别说 这一次你决定要走 就不要回头 也别说我不懂 我静静坐在这里听你说 我静静坐在这里听你说 我们还是朋友 有心事还能对你说 别说我不懂 那都是借口 真心话说不出口 走下去只会更寂寞 别说我不懂 好听的话别说 这一次你决定要走 就不要回头 也别说我不懂 别说我不懂 爱本来自由 你的温柔就像泡沫 想用力握紧就碎破 别说我不懂 好听话都别说 你走了我也不会逃 难过为什么 你就别再问我 1557知你心传递华人情 大家好 我是曾淑琴 推荐你一个清新又温暖的好频道 1557音乐互动网 新的一年新的任务 2014年要邀请听众朋友们 Show me your love 让2014年成为1557音乐互动网 热闹互动的一年 我们要听见你们的声音 耶 那节情呢 只要在现场节目时间 扣音进来 点播一首祝福1557 生日快乐的歌曲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精美小礼物哦 哇 赶快Show me your love吧 一个人慢慢学会独立 城市里偶尔挫着难免大吉 他们说如果我在电视唱歌没有回应 那就回到山谷会有回应 小时候常常一起哼着歌到哪里都有我满流小的旋律 只自己一把吉他记着笑话就能很开心 简单 简单 并不容易 我时常想起 我生气啊 啦啦啦山水你飘向填满我心房 同年已经长大单纯的梦从没改变啊 没改变啊 我感觉啊 啦啦啦啦山多多的雨飘进我梦想 还有青草的香 你们的爱真正的勇敢 这样的墙 希望你喜欢 一个人夜里常常惊喜 一个人夜里常常惊喜 恍惚地不知明天要往哪里去 他们说只要奴隶方式都对得起自己 其他交给甜蜜或是运气 生命里到处都有惊喜 像旅行总有让人意外的风景 沿途第一把吉他走到哪里 就唱到哪里 走过留下脚印我不会忘记 我生气啊 啦啦啦山水好像填满我心房 没改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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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啊 啦啦啦啦山多多的雨飘进我梦想 还有青草的香 你们的爱真正的勇敢 这样的墙 我感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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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青草的香 让你们的爱真正的勇敢 这样的墙 希望你喜欢 所以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 有没有啊 啦啦啦啦山 啦啦啦山是位在什么地方 呃 其实是啦啦山啊 啦啦山在什么地方 就是呃 我妈妈是泰雅族嘛 怎么样呢 了不起吗 泰雅族很了不起 没有啊 我爸爸是排湾族啊 我爸爸也是排湾族 欸 你爸爸刚好是我哥哥是吧 哦 今天我们来宾是 我的子女曾靖文 对没错 所以在桃园的那个啦啦山 对 啦山有一个名产 对不对有名产 水蜜桃 水蜜桃好吃 对 难怪你皮肤比较好对不对 我吗 难怪你妈妈的皮肤 你也不错啦 你也不错啦 我只能说我有黑的皮肤 可能是遗传到了爸爸的那边 对排湾族 就是要 下午三你都看不到 除非他笑才看不到 其实我有点难过耶 为什么 我想说如果说完全就是 按照爸爸的肤色走的话 就可以很黑很黑 如果 要嘛就全黑 对我现在我有点 卡在中间我脏脏的 洗不干净 哈哈哈 肤色 没有啦就是 玩笑话 但是就是还是希望 自己 因为我的嘴唇 其实是有唇纹的 台湾族的那个唇纹 真的吗 那是什么东西 是紫色的那个 哦那我可能也是有耶 真的吗 因为卸了妆以后 那个我也是觉得 有我有看到了 我以为还蛮深的 然后刚刚静雯很可爱 他说 那个我们外面有四个朋友 包括你的一个宣传 对不对 然后我经纪两个 我们工作人 他说大家 听歌好冷静哦 你们好冷静哦 对啊 等一下听歌的时候 你们可以跳一下吗 对 跳舞 不过其实我觉得 在那个听嗨静雯 这个 你的那个声音的感觉 是真的还是很像小朋友 小朋友 对小朋友 不过我觉得还蛮厉害 就是那个 你创作了很多的作品 哦谢谢 那刚刚在聊当中 其实你好像也是对自己 有些作品你好像自己 你自己写的曲 然后有自己写的 原来有自己的词吗 对 那你也有一些感觉 像我自己以前的经历啊 我曾经有两首歌的经历是讲 有一首歌叫 时间仍然继续再走 嗯 那原来呢 我自己也写了一个词 那最后他就保留 就是那一句而已 就是这个歌名 那另外一首歌呢 他保留的部分就是 我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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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其他都都是别人的词 其实别说我不懂也是 保留了 这一句就是歌词 真的吗 就歌名 所以那个际遇还蛮雷同的 难怪我们是一家人的 不过我觉得 听起来 静雯会是比较有 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会比较有自己的坚持 像我的话 我就会觉得 我好像比较 比较也比较懒 我可能比较懒 然后比较开放给别人 所以你会是一个比较主动 然后比较积极的人吗 你觉得 你的个性 某些自己很想 你了解自己吗 争取的事情的话 哦 我真意 但我也很容易被说服 因为我 我有一点 我有一点 怕就是 对方拒绝我 说我说服不了他 然后所以有的时候 其实就也 不会多 坚持 坚持这样 哦 对 就我很容易被说服 哈哈 不过这里可能也是 血腥不同吧 那静雯是A型的柿子座 对 那你喜欢柿子座吗 我喜欢柿子座 其实 也没有不喜欢 有没有去了解 研究 了解研究 其实我觉得 我身旁柿子座的朋友 都比较 跟我蛮像的 所以我就柿子座 都有一个很乐观的天气 乐观的天气 对 但是有的 有的 有的柿子是比较 比较主动的 真的吗 那有的是比较慵懒的 都是吃那种 别的动物吃下来 剩下的那种食物 哦 我知道你意思 我是比较懒的那种 对 嗯 真的很懒吗 真的很懒啊 不过这个静雯 在我记得在我们那个 你在2011年发行这个 亥静雯的专辑的时候 我印象当中很深刻 因为那时候 那个月份 12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有一个在 音乐会 有一个音乐会 发片记者会 对对对对 发片的 对然后 嗯 好像那时候是从马来西 我我从马来西来回来嘛 嗯 然后刚好 我觉得我们 有趣的就是因为 有一些带着你的 那个宣传朋友 是 是我当年在 是我当年的那个 就唱片公司的一些 也是也是带着我 带着我的一些朋友 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那个 那种世代的交替 然后他那时候说 我可不可以去出席 其实我是很开心的 那其实我是不晓得 你的心情 像这次你要来 那我也照理说 是不是应该 正常人 是不是应该要那个 打个电话 问你一下 可是我也是没有问 我们家都这样 真的 因为我们就觉得自然就好了 对很自然 因为常常我 我有身旁一些朋友 就说哎 你要去你姑姑的电台 你姑姑来帮你啊 或是你要不要邀你姑姑 或什么 我都觉得会不会 这样有点刻意 就是 因为我们都很了解彼此 好的 那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接触之后 我想我们以后 就都不要客气了 要打电话 骚扰对方 就尽量骚扰 好不好 那我们先来听这首 好的 就是在这个2013年11月份的 这个EP 有三首歌对不对 这首歌很特别 跟那个 对 EP同名的作品 这首歌是在我国二的时候写的 然后 国二那么无聊 就会写歌 其实很特别是 这么厉害啊 你也知道 就是原住民吧 是原住民 一定要会写 我不读出啊 就只有我啦 就只有我 没有就是我国二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 原本的词 是隔壁班一个女生写的 嗯嗯嗯 然后她那个词很吸引我 然后 然后 我那时候就 不会吉他什么都不会 然后我就用哼的 我就把它记下来 然后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人可以帮助我完成它 对 然后也没有什么目的 所以写了就 就忘了 歌词也乱丢 一直到我 2012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也要准备一场Lifehouse 嗯嗯嗯 我现在整理整理 我就翻到一小段的歌词 哇我就那个旋律全部回来了 嗯嗯 然后我就觉得不行 我一定要完成它 然后完成之后 我就在Lifehouse演出 然后歌迷都很喜欢这首歌 嗯 然后 我就开始在想说 啊那 我要不要去 推说 看能不能第二张有机会 或什么的 然后后来我就去了北京去比赛 就是 去年的时候 对 最美和声 然后 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要延续最美和声 这样的 嗯嗯 一个合作 对 和范范姐的 然后 他们就挑中了千年这首歌 嗯 然后 然后 原本呢千年的 我个人唱的那个版本呢 是比较属于 呃 痛苦的等待 哈哈 就是比较比较孤单的 对 但是心词是和葛大为老师合作的 嗯 然后因为我又和范范姐合唱嘛 那我们两个其实都唱出了一个想念 嗯嗯 然后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有一个有一个感情的交流的感觉 对 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千年 范范琪 曾经文 没错 演唱的这首千年 听说思念它可以穿越 时间空间来到你身边 季节更迭不值的情节 我被困在鸣角寂寞的墙线 有风吹过时我呼唤谁 且呼应我若是你此刻听见 落叶纷飞飞像一滴眼泪 我为你跋涉 无论路途多遥远 你在什么地方 望着那片岩阳天 我写下了心愿 偷抵在今夜的月 如果我要翅膀 我就会不顾一切 吵你飞 一秒钟像一千年 你让我太想念 永远也不算永远 千万别说抱歉 我放任直觉 指引我的路线 我们最后能不能遇见 一秒钟一千年 爱过才能体会 没几头的世界 千万别说再见 就算是幻觉 也要把这瞬间 爱得很美